美国海军和潜艇部队 美国海军和快战略轰炸机图160,有打败过希特勒和拿破仑战斗到底的精神,但在俄罗斯本国人眼里,入侵俄罗斯并不难。俄专家艾尔蒙斯·拉克福尔表示,入侵俄罗斯并不难,这是由俄罗斯地理因素限制条件所决定的。 放眼望去莫斯科周围,没有任何天然屏障,无高山无流水无海洋无荒漠,一马平川一入就亲,蒙古大军就曾火烧过莫斯科。 法国拿破仑大军入侵过莫斯科,德国希特勒军队曾站在莫斯科大门外差点就寄来了。事实上,入侵俄罗斯很容易,难的是入侵后征服俄罗斯。 谁都知道俄罗斯国土面积接近美国两倍大,英国70倍大,李明王兴都大,即便现代化高科技武器能做到远程快速打击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战斗难度,但更多空间意味着能换取更多时间,展开反击战依然很难征服。 除了国土广大,别忘了俄罗斯还有气候助攻,谁都知道俄罗斯的冬天是世界上最强防御武器,而冬天袭击拿破仑60万大军后,只剩4万人回家,谁都知道俄罗斯有苦冬,赵泽地,交土战术,但要强调的是即便如此,俄罗斯人依然心甘情愿生活在那里。 这就意味着,即便入侵部队实际占领俄罗斯,国土后,也会因不堪忍受,俄罗斯夏天35度,冬天零下35度极端天气,加上俄罗斯人不间断攻击而撤退,入侵俄罗斯最难的部分是,因为久攻不下深险泥潭,最终会拖垮入侵国军队战斗力,继而会导致入侵者损失大量本国领土。 别忘了,入侵俄罗斯时,瑞典失去芬兰,德国失去科尼斯堡,蒙古则失去一切,总而言之,入侵俄罗斯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如何征服俄罗斯。 嵲子